虎哥近日又猝不及防的上了热搜 因为在上海电影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 我们看到了袁红的身影 袁红和虎哥的友情在娱乐圈时非常的难能可贵 当初两人同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 还是一个宿舍的好哥们 不仅如此 毕业之后两人都进入了唐人成为同事 虽然虎哥经历了大红大紫再到车祸等一系列人生转变 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和袁红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 在上海电影节的现场 虽然虎哥和袁红都在走红毯 但是两人的距离有点远 正所谓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虎哥袁红同在走红毯 但你去要走我才刚开始走 虎哥不甘心的又蹦哒蹦哒的跑回去了 非要和袁红拉个手合个影才肯罢休 这一举动也是非常的可爱 看来虎哥不和好朋友在台上碰个面 内心不安了 袁红曾经为照顾虎哥彻夜不眠 张欣义还因此粗意大发 如今张欣义再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也忍不住回应道 哈哈抱抱轻轻举高高呀 看来二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对于两人紧紧拉个小手还不是很满意 二姐还在线回复网友的评论 称怎么办好可爱 看来对于虎哥和袁红的感情 张欣义也是个小粉丝一样 欢呼雀跃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 小编每天都在更新哦 对于虎哥和袁红的感情 对于虎哥和袁红的感情